关乎委託婚宁官告示人协会所办理的 《委本创作原始华党》 国内的乡亲来创作感动自己的故事 将家会几万十年来已经推出九十本的《委本》了 其中今年新出版的四本《社区委本》 今天在《委本》的《委本》来基盘看表会 未来这位《委本》故事也将会透过《周图婚宁》的华党 全都国社区与文化基点来顺序电视 有更多的乡亲 祝贵来听我们《委本》在地的故事 《委本》故事官今天李上午基盘基盘社区委本身赛发表会 要请委本身出版的四位創作者来跟大家讲故事 当经过小树林时调皮的我们上海 经过我们这篇片都会听到沙沙泡抱抱一旦的声 基盘这本上帝感谢本来面的故事 也会让文化处长人面语想到设计时的记忆 他就在讲台西 我们小时候那个年纪就是因为在戒严时期 常常有在传说 那个甘蔗田里有鬼啦 有什么东西这种传闻 所以我们小时候就非常的害怕 走过那个甘蔗田里 所以那种记忆就是我们小时候 生同感受的一个记忆 这段话当时雯林管政府 为了高雷乡亲冲则毁本 代表委头雯林管告诉林协会 办理《我的不可毁本冲则》 现在已经推动90分了 让所有的朋友共同来了解社区的故事 我想这非常的有意义 我们所有的汇本创作 我们是希望以在地出发 每个人都去讲述他在地的一个故事 从2007年我们也开始走出去 走到社区 将这些汇本故事 用故事走读的方式 让所有的社区朋友都能共同了解 今天先发表的西本会本冬中 有一个本事由公和国社浪年下新的創作 他的爸爸也是胸东的吉祺 因为我们学校养了一群鸭子 他们在田里吃害虫 然后这是很少见的 刚你定这个主题 然后我们就请问红吉 故事是以人为主角 还是以鸭子为主角 然后红吉他就很明确的 就是说以鸭子为主角 今天所发表的西本冬中 刷入来一种智能国社区 进行走投分年的话当 这个四本书的走读会跟往年一样 不一样的是今年 故事当然不同 还有就是我们会有 德国的摄影师会跟我们一起走读 还有一个美国的作家 那我们走读的形式呢 今年有一个比较不同的是说 除了去到作者的这个社区以外 跟学校 我们还要去临近的故事馆 上试时间和地点 教会业重在忙碌公布 欢迎乡亲找时间和 他们作会站到台北 走投分林 用三角走过分林 这片土地 用眼睛看 用鸭子听分林的故事 记者 郭云平 彩虹不得